我们来看看在法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当然被说这个欧洲跟美国是一起 在做抗中的各种保卫战 蝶影床床如何如何 但以这件事件来看 似乎欧洲国家还有两边平衡的策略跟战略在进行吗 布伦伯的报导 习近平5月就要到巴黎去了 这个访问刚好在两会结束之后 第一站要访问的国家 代表的意义想必可以更多的来想象 它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习近平访法 会是中法建交69年的重大安排 法国政府初步排定是5月 到时候会讨论贸易 恶务战争 甚至确切的安排如何 有可能会有变动 但马克宏要展现什么 这个是来自于报导内容的引述 是说马克宏想要向习近平强调 法国的电动车补助措施 并不是针对中国的 不是要抵制比亚迪 还有重申跟中国对话 会是未来法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并不是完全抗中 不过现在是法国方面没有证实 大陆外交部没有回复这个报导 但看起来双方没有加以证实 至少没有否认的情况之下 可能性恐怕是蛮高的 习近两年来 两会完之后出访的国家 我们来比一比 例如2023年到俄国 南非美国拜会 然后在越南 2022哈萨克乌兹别克 印尼泰国沙国 所以这些只有2021跟2020 因为疫情去了缅甸 最后一次访发已经是2019的事情 所以代表外交重心回到了欧洲吗 那以免真的整个欧洲被围堵的情况之下 他也必须要找到破口跟火口 那马克宏要当欧洲的 所谓掌握话语权的领袖 这样的态度是明显的 当他要求 他说我会要求俄罗斯在今年 巴黎奥运期间要停火 这是我的责任 当然7月底到8月初 就是巴黎奥运要展开的这个时间点 奥运的精神停战 他说如果普京答给我想提什么事 我会听听大家的建议 所以跟德国波兰 就三封三个领袖的高峰会之后 他甚至重提了 之前曾经在他办公室否认过 或是在曾经曾经的这件事情 叫做是不是要有地面部队 出兵到乌克兰去这件事情 他就在会议上公开的讲 在乌克兰部署西方地面部队 在某个时刻恐怕是必要的 法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表示先前修正过 但现在他还是要往这个方向 继续强力发言 甚至他讲欧洲必须做好准备 如果俄国真的击败了乌克兰的话 那他不会停止进攻 盟友们不要当懦夫 而且到时候俄罗斯打了赢胜仗之后 欧洲的信誉就会零 因为你们支持乌克兰 结果他还是打了胜仗吗 那被说是马克宏在乌克兰问题上 从鸽派转鸣派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分析报道来自外媒的报道是认为 长期以来德国主导了欧洲的经济 法国主导了欧洲的战略 但是德国近来犯了一个法国的禁忌是什么呢 从美国进的反飞弹系统 那破坏了说马克宏 他们过去法国推动的欧洲国防自主 那他认为德国消资已经破坏了君子协定 所以当然他自己也想拿回 欧洲老大的这样的位置 那甚至近马克宏人士来跟媒体说 我们处于名副其实的法德决斗当中 马克宏非常清楚 他跟萧之在做权力斗争 而德方的近萧之人士是说 德国跟法国不一样 没有核武器 让德国更容易受到俄国报复 所以萧之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才会一直很谨慎 不想要太过的惹怒到俄罗斯 这是大家互相战略的不同 但以外交策略来讲 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做法 除了习近平要到法国去 王毅现在正在访问澳洲 从3月17号开始正式的纽澳行程里面 跟相对鹰派的黄英贤也举行会谈 重点在哪里 艾班尼斯说进一步要讨论葡萄酒市场 因为他已经被禁了好多年 所谓的暴富性关税 三年以来现在有机会做改变了吗 艾班尼斯强调 如果在数周之内预计大陆要开放的话 对两国来讲都是双赢 那王毅出访 纽西兰又是有学者说 对纽西兰来讲 应该要想办法促进中国经贸关系 它是中国跟西方国家 重建关系的实验场 可能更容易打好交道 所以在很多分析里面都认为 现在很多国家 包括欧洲 法国吗 或者是澳洲 纽西兰吗 都在做一个策略 叫做美中两头交好 这是来自于外交事务的 一个学者的分析 这个媒体上的分析认为 像比方说匈牙利好了 身为北约成员 安全好像被保护 但治安方面的合作 跟中美也要跟 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所以经济靠中国 这个所谓的国防区域安全靠美国 也是目前这些国家的两手策略 或为自己国家着想的策略跟方向 亮哥现在看看马克宏跟 拜习近平进来要见面的 这样子的密切的互动 可能性很高 因为马克宏去过中国 才刚访问完 然后王毅上次来欧洲也去了法国 然后马克宏也跟王毅见面 我觉得两国的基调 本来今年就是中法的文化旅游年 60周年我觉得如果是在5月 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共同诉求 比如说俄乌和谈 因为法国大概也想要跟中国联手来 丢出和平牌 其实我认为他说要派兵到乌克兰 那个是假议题 因为美国已经反对了 欧洲主要国家也都反对了 其实我倒不会把它理解为 是法国跟德国在斗争 应该是法国跟美国 因为德国能够做的武器本来就很有限 你应该说这次恶物战争 让更多的欧洲国家 愿意转向美国买武器 非常多的国家 尤其是比如说德国 还有波兰 都转向美国买武器 坦白说 能够跟法国竞争的也只有美国 美国的军售 所以美国跟法国确实在欧洲 军购市场上是有严重矛盾 而且在北约 北约就是美国主导的 法国搞了半天 欧盟就是一盘散沙 我讲白了 欧盟事实上要凝聚出 共同的政治跟军事立场 我觉得非常困难 比如说匈牙利 不可能跟你站在一起 匈牙利就是亲俄罗斯的 然后还有一些国家是亲美国的 比如说波罗的海国家 波兰 所以这个高估自己 可是法国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就是只能够走豪华经济舱 老是以为他坐在头等舱这样 他就是这样的国家 所以他总是要多说几句话这样 自然他的经济的实力 也远低于德国 政治跟军事的实力也远低于美国 可是表现得好像他都是老大 那个样子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坦白讲你要习惯 欧洲人其实蛮习惯的 我觉得王毅去扭澳 很可能也会看这个 阿芬尼斯是不是相对表达善意 比如说现在有两个指标 就是比亚迪可不可以进入澳大利亚 第二个是澳大利亚会不会进抖音 这两个一定是指标 他之前有否认过 他说他不会进 对 可是他可能要你公开讲 因为美国 抖音这个事情可能会搞好一阵子 因为美国参议院看起来 没有要立刻排案 他可能会开听证会什么的 可是人家就要注意 五眼联盟的表态 比如说我觉得加拿大会跟进美国 那英国不一定 澳大利亚也不一定 所以我是觉得 要开放葡萄酒其实不难 因为它只是要降低那个惩罚税 我觉得中国大陆要做 这个部分的修正不难 可是他要听到 他想听的部分 那中国大陆现在对外通常指标 就是现在变成三家公司了 一个叫华为 一个叫电动车 一个叫抖音这样 就是你大概要对这些 主打对象 对 那你也许对华为你不好表态 可是其他你要稍微表一下态这样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澳的经贸关系 确实在好转当中 王毅也不会奢求说 你那个政治上 军事上 青美 要不要调整一下 我觉得不会 那纽西兰就更没有包袱了 所以我是觉得问题就更小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法 因为王毅上次去法国跟西班牙 不断的在强调一句话 说中国跟欧洲只要能够站在一起 那新冷战就打不起来 就是说他就希望欧洲 能够有自己独立自主的立场 非常聪明 那两边 你可以跟中国美国都交好朋友 你不一定要加入美国的冷战阵营 那我估计这个也会是习近平的基调 就是说希望欧洲能够独立自主 那今年刚好欧洲议会也要选举 所以有很多右翼的 大概也都喜欢这个调子 说中马克宏的心事 也不想要被美国操纵在手里 左教授怎么看 因为马克宏先前到中国大陆 去访问的时候 看起来也是互动很良好 现在如果习近平去回访 也是情理之中 对 其实今年二月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传说 所以那时候王毅到法国去访问 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 就到了法国去访问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王毅去法国访问 就被认为说是为习近平访问铺路了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法国建交 其实是1月27号 所以所谓的60周年大概已经过了 那当然他是就是说 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 去展现就是说双方的 去扩张加深双方的一个双边关系 那双边关系里头到底核心是什么呢 当然核心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的一个核心是 他希望欧洲跟美国保持距离 对于法国来说 他希望扮演一个独立 有一个所谓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路线 特别是马克宏强调 他是继承这个所谓戴高乐的路线 而戴高乐就是1964年 和北京建交的关键性的人物 当时他是总统 那所以他有这样一个象征意义在 不过回到谈判桌上 核心的问题还是商业问题 因为马克宏在去年 他宣布就是要补助电动车 那当时他说法是说 用这个月租的方式 来补助法国民众去购买电动车 那还规定说你这个一定要 要超过15公里以上的 上班的通车的距离 然后他一年补助25000辆电动车 他的条件非常严格 就现在说已经额满了 好像都已经补助完了 所以现在要停止 就刚好就是在访问之前 这个计划好像要暂停 到今年年底再重新开始 不过核心的问题 其实不是这个补助案 核心的问题是因为 法国支持了欧洲去调查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进入欧洲市场这个事情 那这个当然对中国大陆 是很大的问题 中国大陆也调查了 法国的白兰地酒 就是其实两边 都有一些贸易行动 就是对准对方的产品 所以双方要谈 其实不是只是 纯粹从加强合作而已 他也要解决一些 很核心的贸易纠纷的问题 但当然现在看起来 就是马克宏看起来 跟德国看起来 跟肖茲看起来好像很不合 但实际上他们最近 才新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也是感觉上 两边两国看起来 也有可能在乌克兰上合作 是什么 他们决定要征用 俄罗斯的中央银行 在欧洲的存款 因为原来说这笔款子 要等未来俄罗斯战败之后 或者俄罗斯同意之后 拿来做补偿给乌克兰的重建 但现在说要先动之 其中一部分能够来支应 乌克兰所需要的军火 不过这个钱是在比利时 对 在比利时 但是这两个国家如果同意 他们就要送到欧盟 欧盟同意之后 就可以支用这个 在比利时的这笔款子 但因为原来这两个国家 是反对的 他们现在改变立场 所以他们同意 当然关键还是像 就像刚才亮哥讲的 就是你乌克兰 你匈牙利的总理 欧尔本他能不能接受 如果他不能接受 因为欧盟他还是要共事局 那他可能会卡住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 在最后关头接受 这个也不一定 因为匈牙利最近 因为匈牙利一向被认为 是对中国大陆最亲善的 但最近在欧盟 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制裁行动上 他也投了赞成票 他没有反对 所以说匈牙利的立场 到底会如何 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因为比较说 欧洲国家对乌克兰 到底还要支援多少 这件事情 也是被大家关注 那刚刚教授这个意思就是说 拿俄罗斯的钱 总比拿我们口袋的钱 去帮忙更好 他是先把他的知习拿出来 本金不动 本金不动 是 其实我先想讲一个 就是你会发现 我们这一节 三个来宾都不断的强调 包含上一节 那个卓老师不断的说 沟通的重要 你看看马克宏跟普丁 他们在这里 他都几乎在一个半战争状态 他还讲我们要去沟通 所以我特别呼吁 赖总统上来之后 拜托两岸一定要沟通 我发现有一 什么样状况不沟通 一种就是意识形态太重了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 往意识形态那里去想 那就很难沟通了 什么东西都无限上纲 还有第二种 我发现这种人也是不敢沟通的 就是没有自信 就把他一谈 你开出什么条件 我没办法承诺 我没办法对国人交代 你只要有知识 你都应该去沟通 然后接着看到今天这里 我就发现有一个 中国大陆大战略是很有意思的 当初我在成功见的时候 我们有20多个美国的训练小组 在我们船上 那时候正好拉法叶也回来 拉法叶是我们向法国买的 我发现美国的小组长 每天就在跟我讲 法国人的坏话 那是我第一次深刻的体会到 美国人是这么的讨厌法国人 后来我才发觉 他们都觉得法国人太现实了 所以你去看 现在中国大陆 北京在做的一些方法 就是它的一个大战 第一个 如果我要瓦解欧盟 我要瓦解北约 要从谁动手知道吗 法国 因为很多人对法国都不满 法国是真的很现实 第二个 如果你要拉拢五眼联盟 你要从谁开始动手 澳洲跟纽西兰 因为澳洲纽西兰的观光 刚好跟中国大陆这里是相反 一个夏冬季夏季 刚好相反 所以很多人会想要跑那里 那里又是白人的语言 标准的英语 他吃的酒什么东西 通通跟中国习惯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想要拉拢澳洲跟纽西兰 也是拉五眼联盟的一个很有趣 就是用什么 经济观光去拉他 所以这两个大专业 从泛国下手 从纽澳下手 都是最正确的 是